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我们来了解的是空间的问题 什么叫空间呢 就是说你这个人物和画面的边界之间 到底留不留空间 留多少空间 比如说头顶上方 到底要不要留空间的问题 那么过去呢 我们有很多人拍照 都是一定要把人拍拳 就觉得这个人物 是不可以有任何的部分被画面截断的 一定要从头顶到脚底都拍拳 但实际上呢也不是这样 我们上一节课有说过 我们有时候会拍特写镜头 那么如果你老是想把这个人留得很全的话 有很多人呢 就习惯性的在头顶上方留大量的空间 就像这张照片这样 那我想的一方面 他们是很害怕不把头顶拍全 另一方面呢 他们可能是习惯性的 把人脸放在画面的中央位置 一来呢可能对焦方便 第二来呢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意识 人物脸应该放在哪个位置不知道 反正用真中央一瞄准呢就万无一失 是吧 那所以这样拍摄照片呢可能会显得非常的怪异 我们除了有特殊的理由的 这种情况下 一般呢是不会在人物头顶留下大量空间的 比如说这张照片 他在人物头顶留出了一头半的空间 相当于他的自己的头的一头半的空间 那为什么会留 是因为他左边有匹马 那马呢本来就比他高 上面还是长两尖尖的耳朵 摄影师想把他拍全 所以人物上方才留出那么多空间的 那这就叫有足够的理由的前提条件下 留下大量的空间 那没有足够的理由的情况下呢 比如说这张照片 他头部上方就留出了只有半个头的空间 我们一般是这么总结啊 就是习惯性的流反的是一拳到两拳 就是一个拳头到两个拳头的这个高度 你可以自己把拳头的颈握 然后摆在自己的头顶 对着镜子来看一看 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这说的是全身像半身像 如果是特写啊 是这个胸像的话 也有可能头顶上方根本就没有留空间 直接截断在头发的位置 这个我们上节课也有聊到过 而在这张照片里面呢 我们为什么要在头顶留半个头的空间呢 是因为后面的气线 我们想把它表现得清楚一点 那个红色的垫子 想要拍进来 但是我们又不需要防顶 因为防顶乱造造也没什么好看的 所以我们就截断在这个位置了 那如果人物的表情 已经非常的出色 我们整个屋里面呢 也没有更多的想要交代的环境 那么也可以就直接在她的头发顶部 给截断 不留空间 对于女士来说 现在留了正好 有两拳不到 对于男士来说 是没有留空间 这也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拍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克服这个问题 过去习惯性的留出大量空白 这不一定是对的 更多的时候呢 我们留的空白要克制一些 那第二个问题呢 是视线方向的问题 我们在人的这个视线方向前方 到底留不留空间 那这张照片是留空间的 就是人物眼睛前方啊 是留下了大量空间的 那这种留法呢 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舒心 非常的舒服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一个 眺望远方 眺望未来的可能性 这个人物 他所看着的方向 是有很远的距离 让他去看的 但是如果反过来做 就恰好就是 舒服的一个相反的情绪 就是很憋屈 而这张照片 依然是非常舒服的 你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动作 他睡在这个吊床上 他做的这件事情 就是让人觉得很舒服的 阳光好像也不是特别刺眼 也不是很热 有在这儿躺个这个吊床 我们看得到或看不到眼睛 都可以在他眼睛前方 留下大量的空间 这种留法都会有同样的情绪 我们虽然看不到眼睛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他的表情 在这个金黄的麦田前方 有了大量的这个阳光 射进我们的镜头 形成黄色的光的镜头挥舞 人物呢有着轮廓光 整个画面的对比度 不算特别的强 而且呢 调性明快 大量的绿色和蓝色 充斥了整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里 显然是应该在眼睛前方 留下了空间的 那么如果不留空间的话 会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同一个场景啊 同一个人物 拍出来的另外一种感觉 那这就是在人物 眼睛前方不留空间 但是在后方留空间 那刚刚说过了 这种做法呢 有可能会带来一种 比较憋屈的情绪 但是在这里呢 还好 它带来的还不算憋屈 它带来的是一种 它带来的是一 它带来的是一种 思考的一种感觉 刚才是纯粹的这种幸福感 那现在你看到的呢 是它有一种 更细腻的情绪 你会看它的眼神 是不是比刚才显得要更 更细腻一些 不能说更复杂 但是它好像还会有别的这个情绪 是参加在其中的 所以说 这个不留空间和留空间呢 它一定要根据我们的人物的 这个表情 人物的特征 根据你要表达的这个主题来确定 在人物眼睛前方不留空间呢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会在后方留出大量空间 那不在前方留空间 在后方的空间呢 就变成了 不是他们即将走过一片光明 而是他们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 所以它的寓意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从这条路这走过来的 那么我们在拍年轻人的时候呢 可能更多的是在它前方留空间 为什么呢 因为年轻人 它情绪也不用那么细腻 是吧 市场也不用那么复杂 但是呢 它可以这个 它的未来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中老年人呢 他们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 他们可以在后方多留空间 当然这也要恰当 你看到它的眼睛前方 也不是完全没有空间的 还是有一些的 它的身后可以是它种的农田 也可以是它的这个篱笆墙 它的房子 那么讲到这呢 我也要说了 所有的摄影的规则 都是可以被打破的 你也可以说 我就想拍年轻人 就是想不在它前方留空间 那可以随你的便 那这张照片呢 它表达的是一个年轻人 正在思考的一个画面 后方有别的人物 交代这个场景 这可能是一个服装店 这个人呢 可能是一个服装设计师 或者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脚底留不留空间的问题 那脚的下方 如果留下大量的空间呢 这个人物啊 它就是处在画面的上方的 如果它是一个蹲姿 或者是坐在地上 一个坐姿 那么我们看到 它脚底大量空间的感觉 就是这个人往上飘 像印度的瑜伽室 是吧 传说中可以浮在空中的 那些瑜伽室一样 它是给人一种 非常轻盈的感觉 那这个人 它做的动作 本来就是瑜伽的动作 使用这样的构图 显然是非常恰当的 那我们什么时候 会在脚底留空间呢 一呢 是我们希望它显得轻盈 往上飘的一种感觉的时候 另一种呢 是地面 有足够的特征的时候 就是地板实在是很有特点 应该多拍一点的时候 那第三种情况 就是地面 真的是非常干净的时候 我们上面可能乱糟糟 左边又边乱糟糟 但是下面无所谓 多拍一点没关系 这种情况也可以在脚底 多留空间 那么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 就是这个人的脚 并不是冲下的 它是荡鞦韆 它是坐在椅子上玩耍 或者是它是躺在地面上的时候 它的这个脚前方 留不留空间 那你就另当别论 这个画面 为什么会脚底前方 不留空间 为什么人物前方 视线前方 留的空间要少 它后方的空间多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才可以感觉到 一个强烈的运动感 就这个人物啊 它是往这边冲过来的 它即将冲出画面 它的脚丫子 已经挨到画面的边缘了 它会有这种 即将冲出画面的动感 但是如果你在 它的前方 留大量的空间 脚底板和眼睛前方 都留大量的空间的话 那我们就只会感觉 它在慢慢悠悠的当球鞋 动感不足 但是呢 它这种温馨的感觉 会更强烈 好 那么空间的问题就看到这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角度的问题 我们从哪个角度来拍人呢 由以下的几个角度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心里面呢 有个底 以后拍的时候 就要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拍人的时候啊 脑子里要想的东西 真的是非常多的 又既要想这个 又要想那个 所以你别看我们课堂上 讲的这些问题的 看上去都很简单易懂 但真正到应用之中的时候 你要能记得就是真不错了 你要能记得 我们不一定要正面拍照 是吧 或者是说 我这一组都是侧面拍的 我现在来几张正面拍的 它这个角度上 可不可以来一些变化 你要有充足的理由 使用正面侧面 或者是背面的构图 那么正面拍摄人物的时候 最大难点是什么呢 最大难远 其实是在跟模特怎么沟通 你怎么让他放松呢 你跟他聊聊天 别什么 发出那种死板的指令 说哎呀你放松一点 你说这话 让人怎么放松呢 你得跟人聊天 你得跟人彻彻加长 你得不断地鼓励人家 你说哎呀你真的是 我见过的 这个最不怕镜头的 这个男性了 不管拍的好不好 你嘴里都一直要嘟囔的说 哎呀真的很棒 这张真漂亮 真帅气 你要一直不停地鼓励他 就像那些导演 对演员一样 导演经常说什么话 导演经常说 很好再来一条 就是重拍的意思 一会儿拍完了 很好再重来一条 那为什么很好 还要重来一条呢 其实是不不够好啊 但是他在鼓励演员 其实你拍模特 也是一样的 好不好的 你都得说好 尤其是拍男性 男性面的镜头的时候呢 是很装的 咱们这个词 是老连的一块说的 男人装男人装 男人是很装的 他是有伪装的 他不愿意卸下他的伪装来 所以沟通的时候呢 对于男人来说 就要下更多的功夫 那拍女性稍对好一点 但最简单的那些 还是拍孩子 你只要别把他给搞毛了 只要别让他这个 不愿意配合你 那稍微的跟他做一些引导 一般的情况下 都不会出大的问题 那正面面对镜头 确实是需要勇气的 所以我们 如果你拍的这个对象 他不太能正面面对镜头的话 那你可以先从侧面开始 甚至先从背面开始 都没有关系 除了正面以外呢 我们还有45度的侧面人像 那45度侧就是指正面 但稍侧一点 从这个角度看人的时候啊 人的这个脸就更立体一些 因为他鼻子毕竟是 往旁侧凸出去的 是吧 有一半边的脸呢 是看不太到的 另一半边的脸呢 是有点冲着你的这个方向 立体感更明显 眼窝呀 颧骨呀 下巴往前的凸起程度啊 都能看得更明白一些 而这个角度呢 相对也比较放松 比较自然 同时呢 我们又还是能看到 他两边脸的这个长相特征 所以45度侧的人像 几乎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角度了 除了这个证件照啊 他要求必须从正面拍摄以外 那其他很多时候 我们其实都是在拍摄 45度侧的人像 这个时候摄影师跟被摄模特之间 其实还是可以有沟通的 他也可以支持镜头 他也可以不支持镜头 请大家注意这一点啊 不是每次拍人像 人家都必须看镜头的 这个喊法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老是拍人像说 哎 你看镜头 凭什么看镜头 他干他的事不挺好的吗 对吧 那关键是你在拍的时候 要给他个事干 来说哎 你就还是继续做你的工作 哎 拿着零件笔画一下 你可以告诉他 你笔画这个动作呢 稍微久一点 给我一点这个拍摄的时机 但是你如果紧张的话 你就别看镜头 没关系 你就看你的零件就可以 但是呢 你就别看镜头了 你就看你的零件啊 假装你在这工作就可以了 你这么去跟他引导 但是有的人 他很放松 他无所谓的情况下 是你的好朋友啊 太了解你了 或者被你拍了很久 实在习惯了 或者他就是 干脆就是职业模特 根本就不触镜头 他看着人的镜头 就像看着人的眼睛一样 自然的话 那他看就看吧 也可以的 再往下呢 是正侧 正侧的构图呢 比四十五度侧 稍微少见一些 他也可以非常的自然 他呢 因为少了一边脸的信息 所以你可以选择 你到底是拍左脸 还是拍右脸 因为有的人 他两边脸呢 长得很不一样的 很多女孩都知道 自己哪边脸 会更漂亮 对吧 政策脸的人像 一般就不能看见头了 他只能是去做他的事情 比如说拿一朵花 或者是这个 两个人在讨论 你以为这画面 真的是想拍的吗 他很多都是安排的 你们俩 你坐在这 你站在这 这样我们高低错落一下 你带了手套 你别带手套 你是短袖 他是这个衬衣 我们请好的模特 在这个位置 摊开图纸 戴上安全帽 安全帽 每个人什么颜色 左边要站一个人 这个人要挡住 几分之几的一个画面 要不要挡住 后边那个人 全都是安排好的 包括后面那个人 要不要经过画面 全是安排好的 这才是商业摄影 商业摄影 做到高超的时候 看上去就像生活中 抓拍的一样 但是呢 非常的典型 所有的画面 所有的姿态 所有的服饰 所有的构图 所有的光线 都是在你的控制中 有了甚至连光都是假的 是用闪光灯 闪出来的 模拟的这个自然光 但是呢 它足够自然 这就是高手 那反过来我们讲 全侧面摄影的时候 人物是要做 他自己的事情的 他不能跟摄影师 之间发生互动 不能支持镜头 那么什么时候 我们会拍背面的人像呢 在我们不需要 交代人物长相和表情 我们需要交代 他们前方的环境 以及我们需要留下大量的 向上空间的时候 我们都使用背面的人像 那这是表达了一个 非常温馨浪漫的一个气氛 从花白头发能看出来 他们年纪比较大了 是吧 坐在这里晒太阳 这个秋天 风景也非常的好 坐在他们自己的房子前 那这是一个年轻人 他是站在整版的这个公示前 你知道这样的照片呢 他最难的 其实是在写那个公示 哎呀那乱七八糟的 你就写的满满当当 还得写的好看 里面还得有图 有纹 你不能全是纹 要不然不好看 然后呢 再精细化的给这个人打光 这个人物现在左侧右侧 各有一个光 把他的这个人物的轮廓 勾勒出来 区别于这个黑板的亮度 同时呢 还要细心的避免黑板 出现强烈的反光 人物穿的衣服 也是精心的被布置的 发型也是精心挑选的 适合站着这个黑板前 符合他的职业 符合他的身份 所以背面的人像呢 并不是说就随便拍就可以了 正是因为他失去了这个脸部 失去了这个我们观众最敏感的 面部的表情 所以他在其他的细节方面 需要下更多的功夫 而这样的照片 他不涉及这个肖像权的问题 所以你如果拍这样的照片去这个 网上去图库里销售的话 那显然呢 就不需要取得你的模特的肖像权的授权 从这点上来说呢 可能还是有一点方便的 那这张照片呢 是在讲述他们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做的这件事情 需要在别人的背部去比划 所以你肯定也只能拍一个背部的人像 这个时候要注意的呢 是右侧的那一个配角 那个服装设计师 他的这个面部有可能 有的时候是转向另一侧的 有可能是有时候是转向你这一侧的 那么你要选择在一个合适实际的拍摄 他的面部不可能露出太多 因为露出太多 他就变成主角了 我们现在焦点在那个背两体的人身上 所以你不可能焦点在这个左边的人身上 然后结果右边的人又露出一张脸 这样的话我们焦点会比较模糊 观众一看到脸就还是想去看脸的 但是你焦点却有没有落在他身上 那我们也不可能把他 就完全不拍到他的脸 不拍到脸呢 又凸显不出来 他这种专注的工作的这种状态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在一个恰当的时期 他转到一个恰当的角度 快转过来又没有完全转过来的时候 你下快门 好 最后我们来看看常规的构图形式 就点下面 点呢 在人的构图是只出现在两种情况 一种的就是 蹲或坐 它全成一团的时候 这是放在正中央的点 那它代表可能是稳定 那还有种情况呢 是从上往下俯拍 人物也会变成点 因为这个跟我们之前学的点的构图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花太多的功夫了 你在这儿呢 只是要学会把这个人呢 当做点来构图就可以了 而这个画面里面 你除了看到了中间那个人是个点以外 其他的四个人其实也是点 你可以把这点再连成线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梯形的构图 它这些点呢 摆在那个位置会更好看 自己心里要有这个想法 要有这个数 那最后这一张照片呢 是四个头部构成的点 它一共有四个脑袋 没有身子 所以呢 你也可以把它当做四个点的构图 这四个点呢 现在是成一个菱形 但是它们又不在画面之中央 稍微偏左一点 这样的话 它开心的这种活泼的气氛 会更明显一些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点的构图 如果把每个人的上半身 都当一个点的话 用下半身被挡住了嘛 所以只剩上半身 当一个点的话 你会发现这里面 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点 这六个点呢 唯独只有右下角 那个点是额外不同的 其他的五个点呢 它们的视线方向 都引导向了 最右边的这一个点 这样的这五个人之间 看似它们做的乱七八糟 但实际上 它们就有了一个共性 它们有一件正在 共同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右边这个站着的人物呢 很明显就点了题 是他在讲 那些人在做笔记 那左边的五个人之间呢 有四个人呈零行 有一个人呢 额外的飞得远一点 那么只有中间的两个人 是完全清楚的 它们俩之间 这两个点 又构成了一个斜线 好 那接下来直线的问题 站着直直的人物呢 显然会显得比较呆本 但是它的情绪 也就是比较舒缓的情绪 就是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情绪 要舒缓的情绪 对吧 那所以这是直直的站立的人像 当然请注意啊 就是我们只是笼统的说 它的身体是直线 但是呢 它的这一个躯干 是脊椎本身还是有弯曲的 它的四肢还是有稍许的弯曲的 这个我们在后面的讲 这个人物美姿的时候 会跟大家详细的讲 所以我们从宏观上来讲 它的直线 还是从系列上来讲 它也不能太直 要不然会显得过于的呆板 那这个画面的人物也是站直的 但是你看它的手又是弯曲的 这个人物也是站直的 但是手部也稍微的弯曲 我们很少拍完全直立的人物啊 因为实在是太无聊了 但是呢 拍男性的时候 我们又会相对的 更多的用直线的构图 因为男性本来就看上去 就有点无聊 所以我们老说拍男性难 就是难在这一点 因为他们又不可能送胯 他们一扭胯就特别特别娘 这男性美姿里面的一个大忌 但是呢 你就这么站着那儿 也没几个姿势 给这个男性来摆 你构图的时候 就很受局限 当然了 这个男性 如果他这个身材真的是很棒 他的颜值真的很高的情况下 怎么摆这么好看 这铃铛别论 人家是模特嘛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斜线的人像构图 有很多人呢 他一想把这个人物 倾斜构图的时候 就倾斜相机 我要再次强调 这种倾斜相机的做法 是非常生硬的 也是非常做作的一种 个图方法 我们不应该去倾斜相机 我们应该呢 让这个人的躯干 在画面中 他自然而然的呈现斜线 比如说这个画面 他这个小孩就这么爬过来的 他就是一条斜线 他自然而然就是斜线 躺在沙发上 这个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小朋友 一起睡在沙发上的时候 他们的躯干整体而言 包括这个沙发 整体就成斜线 你只要是稍微带点 俯拍的 它都成斜线 是吧 那如果是躺在草地上 你站着高高的往下拍 这个时候 可以旋转你的相机 注意啊 这不叫倾斜相机 因为你已经是在俯拍了 所以只是稍微的旋转你的相机 两个人物躯干 呈现斜线 非常的活泼 如果你实在是不行 这两个人就直直地坐在那 那你可以让他们俩把杯子端起来聊天 一端起来 这个他不可能把这个杯子端得很直的 手都是有点往前伸过去的 这样的话呢 人物虽然躯干是直的 但是手部成了斜线 你要自然而然的用他们的躯干去形成斜线 而不应该去生硬的 在原本是直线的情况下去倾斜你的相机 接下来是形状 呃 我们会用多个人像来摆出 三角形的构图 这个呢 呃 咱们后边在 还会要再讲到 每次在多人每次的情况下 还会再讲到 我们中国人合影的时候 喜欢干两件事 一种事呢 就是两个人一般高 就比如说有一个姑娘在这被拍照 另一个姑娘觉得自己比她高不好意思 A 蹲下来 把这个脸贴的跟她一样高来拍照 而这样拍出来是非常呆板的 呃 斜线会更好一些 一高一压有错落的感觉会更好一些 另外呢 咱们如果是三个人拍照的话 一人高两人低会更好一些 这是啊 它有形状产生 那么这是一张很出色的构图的照片 你会发现 他用这个帐篷啊 刚好把画面一分为二 左边一个三角形 右边一个三角形 合起来还是一个大三角形 这三个人物之间 还形成一个小的三角形在里面 对吧 所以咱们呢 不要老是想着并排来拍 那中国人的第二个合影习惯 就是老是由高到低排列 我不知道这怎么来的 可能是拍大合影的时候 啊 总希望像军训一样 一个严格的按照由高到低来站队 但实际上呢 即使是很大的合影 也应该有这个高低的错落 要有一些小的形状在里面组成 要有疏密的关系啊 不能是沾了过于整齐的 要不然太无聊了 实在是 嗯 接下来是前景遮挡的问题啊 就是我们在拍摄人像的时候 如果紧贴镜头有 一些东西被模糊掉的话 比如说现在是使用了花 这张使用的是这个树叶 这张使用的是玻璃 如果紧贴镜头 有某些事物在遮挡的话 那么你拍出来这个画面就会更朦胧梦幻 而且更有层次感 更有近身感 更有空间感 更有距离的变化 所以请记得 一定要大量的运用前景拍照 那还有就是高视点构图啊 高视点构图的话 人呢 可能是坐着的 但也可能呢 是在楼房里面 你可以从很高的地方往下来俯拍 这是高视点构图的婚纱照 在旋转楼梯里面拍婚纱照的 这样的构图是非常常见的 那接下来呢 是低视点的构图 低视点构图呢 相机就只能是往地上放了 但请注意啊 沙滩上千万不要把相机放在地上 真正的放在沙滩里面的话 沙子进到镜头里面可没法修 非常贵 得送到这个指定的维修点去 他们要把整个镜头全拆开来清洗 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我们走的路上 也会可能会对人物进行低视点构图 那这是在沙滩上 人物是坐姿 但是人物如果是站着的 你其实也是可以蹲下来 进行这个低视点构图的 这样的话人物显得更高大 你可以用更简洁的背景来讲故事 我们在拍摄这个白领 所谓写在楼前的人像的时候 非常常用这样的构图 但请注意 如果是女性拍摄这样的画面的话 她们可能会显得更胖 所以请她们的脸部不要朝向镜头 至少要45度朝镜头 或者是侧面朝镜头 就是不要正面朝镜头 因为正面朝镜头下巴会变得更大 会变成一个国字脸 那样就不好看 但男性无所谓 反正我们也不在乎你脸是什么样子的 拍劳动人民的时候 中国人非常喜欢拍那个劳动人民 不管是撒鱼网的 还是这个叫什么 这个收割麦子 或者是个打倒鼓 但凡劳动人民 中国摄影响者都很喜欢拍 他们都喜欢使用一个超低的视角构图 这个时候是以天空作为背景 不仅简洁 而且大气 而且有歌颂劳动人民的这种意味 所以根据不同的感情 根据不同的主题 你们应该选择不同的构图 因为这个构图基础课 我们在前面已经非常非常详细的讲过了 所以在人像构图里面 我们都只点到为止 那更多的人像构图 就需要大家去融会贯通 结合前面的课程 来进行进一步的思考了 这一刻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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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